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网站的人问了一些问题 我已经问了Andy 巴欣握你的问题 Andy说这个观众跟得我很贴 先欢迎Andy 早上 大家好 早上 美股这期我自己没怎样玩 我只剩下Microsoft 一早跟大家预告了 我见到AMC爆声 也没玩 我宁愿回来香港 觉得便宜点 不知道Andy怎么看呢 尤其是未来月中联署局移职 会不会有少少收税的行动出现呢 其实如果你看到月中 我觉得都差不多 因为这段时间很明显 我们说香港这边的行情 都是来自于A股带动 A股带动的 之前的人有些人说 憧憬七一也好 甚至因为人民币升值也好 你看到人民币那些都已经有少少出口 上面出了一些招数去压一压 就是我认为是弄一点点 不是真的会立刻令它会跌的 但是整体来说 我当它慢慢收税 有些人会吃糊 其实去到月中 都是我们估计这一转的反弹行程 可能那个时间都差不多 要开始想吃糊 就是吃部分糊 但是大家记得一件事 就是 其实我们觉得今次的反弹浪 是会比3月4月好 我们仍然是维持在看这个说法 尤其是好像上集 原来我忘记了 返回自己的Facebook page 昨晚看到才发觉 上个星期大家可以看着 罗素2000的增长科技指数 在那里是做到一个很漂亮的反弹 你就看到一堆上年那些梦幻股 就开始回升了 那这段时间 简单一点我们的做法就是 很明显中资啊 A股那些 其实我们原本都 都开始比外面早一点加的了 但是就再加多了 那美股那边 我们就没有转得那么快的 那因为始终我们 美股那方面 之前买得多的 都是跟新能源升级下面 底层那些基础建设啊 就是智慧电网相关的那些股份 其实我们就买得多一点的 那有些人可能看过 我们的分享就是 就是说 例如ITRI啊 这些其实就 已经开始升了 是的 那这些都是其中一些 我们见到不算太差的气氛 其实美股们是大的东西 是的 中小股其实这段时间 弹得挺好的 你就算见到契妈也弹得不少 那还有最重要的 都是梦幻故痕育 那如果你说就着 中国股市 我见到有人问 K-Web那些 那又要离心 我有 那其实呢 早一个多月 应该一个多月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见到 很多钱流入 MSCI中国的 那些ETF啊 甚至K-Web啊 那些 在美国那边 是有很多钱流入的 但是就一直不太移动 那反过来 之前又只是靠着 A股啊 健康护力 生物科技 不断抽上去 现在我觉得反而 好像K-Web 这些呢 这些叫做中国新经济 大型的新经济股呢 现在才在追着落后 嗯 哦 哇 K-Web跌了这么多 原来 跌了多啊 是啊 我们自己 那时候你可能 三月初 你有些东西 决定斩不斩 你那一下 就是有些人叫食糊 有些人叫斩 看看你什么 长合日 那可能那一刻 会觉得 哇 离开高位很远 但是现在看回 原来 原来省了这么多水位 是啊 是啊 那变成了 例如好像 最近 蔚来啊 这些 其实我自己也有 但是我们最近 有加回的 嗯 应该 就是昨晚 你看到那个数据 我随便 更新一些EV 就是 其实 原本大家预估 五月份 蔚来 小朋友这些会很差 因为上次车战之后 其实 整个市场是觉得 真是晶片很严重的 但是他今次送的数据呢 是比喻其中好 其实跌很少 那变成了 例如小鵬 这些 大家就会觉得 Q2可能他原本预计的目标 应该会做到 那你再加上 估值那么低 气氛那么差 那就抽上来 那其实我刚才 我竟然跟阿森文说的 那一句 车股肯回来 就等于气氛会好的 有点像 以前几年前 就是当汽车版本 没有那么多东西玩的时候 其实以前 内房肯炒 那市场就炒 但是好像近年 近一两年 大家就会用车的版本 会比较明显的气氛 那变成了 我会觉得 我希望这个东西是重的 因为由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 都是说 整个汽车版本 应该要大调整 去篩走很多不同的股份 那之前也是说 大概五六月 是应该可以开始找到 哪些股份是会更漂亮的 就是车的版本 这样去买回上来 那我相信这个时候 如果做一些中长线 虽然你可能有一些短线 就在拼大反弹 但是你中长线 你是在看 例如新能源 那些 其实你回了那么多 我们看到有些 是开始是漂亮的股份 就是去年的行程 是整集一起炒上去 那今年 经历完这么急 那么 大概两三个月 那么大的调整 就开始可以 就可以看到哪些公司 其实那个质地 是漂亮的 是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有时气氛的东西 车股肯带起来 信心带起来 信心带起来很多 我很同意 还有我也想不到 昨天 就是Leo和小鹏 那个数据 是的 都是做得好 整个板块利的中概 那些车股都是彈起来 那 Andy有很多问题 你这么快说了EV 他们说PDD 我昨天有目测618 就是6月18日 PDD这些网购 然后叫他们买京东物流 那 PDD那个数是好的 我觉得 是的 我就再上去PDD做用家 再看 哇 升一成多 所以我叫他们买中概股 ETF 应该今天也是升的 他问你怎么看PDD 其实我就没有特别去想 什么618那些的 反过来 我刚才的思路 其实都已经 给大家大概感受到 我是由 就是最近这段的做法 其实是由top down 去看回 整件事 我是觉得整扎 中国的科网股是超落后的 所以其实 反过来说 其实我会见到的 就是ATM里面 由3690开始夹上来 就逐个逐个逐个开始移动了 其实应该是由网易开始大先的 网易之后就慢慢移动了 那你见到最近期 连些 开始跟消钱相关的公司 市场开始营收回了 就是你见到隔离一点点的 虽然今天有点点的雜资 853这些 那其实我会觉得 这一段的反弹狼 最慢是科网股的 是的 就是最慢才开始移动 所以其实我纯粹 当着追落后的格局 去看这件事 在气氛未完之后 这个股值 我觉得可以弹多些 就算拿着黄金比 我觉得我们自己去拼 就应该就不只是拼0.320 既然如果我是拼一个 比较大小小的反弹 我起码应该是拼0.5 那你拼多0.320 就150元 那你0.5就162元 那我会这样的思路去做先 但是最近期 因为我看到有两个问题 有问到Trimbo 和6060 因为其实这段时间的气氛好 我想提的就是Trimbo 我们正常加仓 正常仓位 因为对我们来说 它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Trimbo 就是ETF加个股的 个股的部分 所以不会特别加很多 但是也有加少少 但是6060 我们其实早一个多星期 其实不只 是一个多星期有人问 其实我们应该走了 因为其实一直都说 上次份业绩 令我们都有一些失望 是慢 是在发生一个很大的转换 但是是慢的 那时候说42至44是一个要搜的位 它失手了 我们就走了 那为什么那时候又特别肯走 会急一点呢 是因为开始看到气氛不是太差 那这个就会突然间 机会成本提高了 那我们就会愿意转身多一点 你说如果这段时间 那市场很满呢 那我们就有时觉得 机会成本不是那么贵那一下 那我们就不介意坐久一点 但是我觉得6060 有机会其实是年初 已经被Ti Ma打散了 是的 那可能要久一点时间 才再看看会不会买进去 好了我们可以暂时看到这里 借Andy少许时间 幸好刚才叫大家吃了308 call 我们两二要吃 我两一几才吃到 两二吃不到 那现在是倒跌了 15906 现在一毫九仙二 因为港交所都缩下来 剩下489.6 刚才我们494 和大家一起吃了308 哎呦我好安慰 因为起码你们先赢了 因为幸指都回得多了 跌了139点 29326点的位置 京东物流 刚才真的穿了 我说过位置 47.75 就是第一天上市的高位 现在是47元 我没吃 我还持有在 告诉大家 至于其他的 阿巴欣找问那些 宠物问题 我稍后可以回答你 我和Andy休息一会 稍后再回来 嗯 好继续tastyetf 看到市好像回得急了 内地股市方面 穿了3600 现在跌26点 3598点 会不会今天 第二天就失手29300 我说这个位置 先问Andy Andy觉得如何 其实指数上尴尬一点 因为其实大家 刚才都说到 我们是由A股去看 由A股开始带动先 A股 你撇除看什么 科创版 创业版 如果你拿着 护心300 其实护心300 的话 最近一段时间 是突破了 一个横行区 就是最近两个月 那个横行区 其实量度目标的话 大概是在5450点附近的 你只剩下这百多点的水平 刚好是一二月的蟹货区 所以在我们的心态上 其实预计会开始升得慢 而且我们不会再加太多A股 对了 反过来 我们其实是在博 香港这边 还要刚才说 是一些中国大型的科网股 去追落后的概念 但是你说如果就着恒指 可能有些人有看开 其实我们之前星期一 画了一幅图给大家看 其实还未能突破 或者能够站在一月 你当有少少头肩顶的颈线 其实如果要站稳在上面 拉一下拉一下 就已经去到大概29700了 那变了 其实如果我就着一幅图去看的话 我宁愿恒指 你不要强行这么快升这几百点去试 这条之前的颈线 是 慢慢来 我宁愿它在大概这500点 你在这500点里面 你肯扭一会儿 你有其他股份或者板块炒 指数之后你会升得舒服些 你起码空间大些去看 所以我们自己这段时间 都没有什么特别去看恒指相关的股份 尤其是 幸好这么问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外面是太多人说通胀相关的概念 而在我们的角度 是通胀最急升那段时间是过了的 变成在炒金融市场上面 我们就觉得直播到小了的短线 就会相对 我想说的就是旧经济股 或者旧经济比重更多的指数 应该会开始先落后一点 这就是我们暂时的部署的想法 刚才Andy好笑 看到我们很多问题 好像很久没有见过观众 这么活跃 这么多问题 我说没有办法看谁主持 我叫他们深红一点 我们没有看淡 叫他们嫁错 所以他们特别多东西买 特别多东西 要立刻叫他们才行 不过我也是那句 连续三天要站到两万九千三 我才可以再看高一点 收市才对决 但我不太介意指数偶 反而那些钱 下落去那些二三四线股 我自己觉得OK Andy还没回答完 我们刚才 还有些 科指就要8450 是 因为你拉下降轨 即是3月4月 下降轨就是8450 好 刚才有几个人问过你 刚才是否已经回答了K-Web K-Web回答了 资金流流入 再追落后科网股 好 MDLC 那只 它说升了很多 应不应该再买 其实这幅图好像升很多 但是其实你今年 都是单位数字升幅 当然这些股份 它本应波幅就不是大 你自己就 就是由低位 3月拉上来就20只 你说多不多 其实又不算太多 我自己觉得 最重要是 整个板块 相关的概念 我们现在只留着这只 大家可能之前听过 我们有COCA COLA 那些 我们都换了 因为其实这个板块 不是我们最喜欢的板块 对了 纯粹是当时要等一等仓 想拉回 拉回稳较稳较少少 那整个板块 我们只留住这只 那没有什么特别太大的更新 如果你说很短线 要看着那些 上升轨的支持 很短线的 你就拿着大概 62个半左右 嗯 好啊 我觉得他们问板块 会好些 例如现在 去投资 譬如ETF 就是什么板块 譬如3D打印 半导体 光伏 电动车 就是现在 Andy 是看什么板块 会比较好 其实如果你拼搏 这一刻 是个大反弹的 那其实 我们觉得 新能源的空间 大一点 因为你之前 其实半导体 不算回了很多 NVIDIA ASML 根本这些 已经充满了上去 就是这个板块 最好 我们一直说 比较喜欢的那些 都冲了上去 那变成 其实你现在 如果你是拼反弹 这个概念 我就觉得空间不大 那变成 那些就慢慢拿上去 是的 我经常说 这些不是叫做坐上去 我经常说 坐是有些少 好像在输的感觉 扁义 扁啊 是的 就是这些才是 扁着那些盈利上去 是的 但是 想说的就是 如果你说 我不如说我们自己 其实你刚才问了 几个板块 我们没有特别去买光复 但是我们有新能源去买进去 3D打印也有跌 是的 特别是 3D打印 金钻浪 我都没收了3D 就是DDD 其实它又出了业绩 那一刻抽得很急 其实这一件事是 有少少带动了整个板块 但是如果你问 就是相类似概念 那几个 不要误 因为这个板块 上中下又很阔的 就是很深谷很阔 但是如果你就着3D附近那几个 你看到其实其他都不算升得 不是好像他这样的 始终DDD是自己这次的业绩 是挺令人 挺改观的 所以如果要博 我就觉得 你可能选择这只 看看会不会有位置低一点 才再考虑 或者其实3D打印也有 我们自己慢慢加上少少倉 嗯 好啊 我们再回答一条 因为观众有很多问题 太久没有见你了 看看先 还有 刚才有一个问 MGK MGK 他问你 for long term 好不好过SPY 即SPY 会不会好些 MGK 其实我觉得 SPY 我觉得SPY 就最简单 是的 其实因为始终 如果你不想时间这么多 大家都感觉到最近 都开始多人说 原来 S&P真的是长远来的 又稳稳稳稳 不用想那么多 我自己觉得 像巴菲特那些 当你去考虑到其他的ETF的时候 其实你是可能会熟一点 即都要想一点点轮动的东西 是的 还有我想补答两个问题 是的 因为刚才有人说 之前NIO清了仓 因为我不太知道这句 为什么 其实我要澄清 就是公司之前是清了仓的 我个人一直没有清仓的 我个人那些是慢慢存的 是的 所以有这样的出入 还有 刚才有人说 FXI和MCHI 即是中国指数的ETF 其实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说看Holdings 我就会觉得FXI会好一点 因为会打散一点 是的 MCHI 即是MCHI 有一个比较不好的情况 就是腾讯和阿里巴巴 其实的战比很高 是的 但是FXI就会打散一点 我就会喜欢一点 但是它的图很像 即是那个图 其实中国的 很明显就是看到这段时间 就是中国的新经济 其实很多都是科网相关 对吗? 还有大家其实的correlation 非常之高 所以有时候 我们觉得当些东西的correlation 很高 大家都最主要看着大cap 就是相对大胜 或者就算中型都是中偏大的那些 有时候就会开始觉得 那其实 为什么要特别去选择太多个股呢? 就是这个 这个就会有这一个 这么有趣的情况 又或者应该这么说的 不要说不选择个股 但是其实 你可以用着隔壁的那些去看 去感觉一下 究竟是否 那个气氛是否回来了 嗯 好啊 那答了很多了 多谢大家 Andy都很厉害 自己看YouTube那些问题 对 答上Jason Chang的问题 NIO的问题 那我和Andy聊到这里了 多谢Andy 我们下个星期三 再和大家聊天 拜拜Andy Thank you 拜拜 答多两条 小编来提你 除了见智饮水 见智早饭 和见智站好 还有留言 和分享 记得按下个小钟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